二十五號上午 婦人倒臥在熱鬧的那一棵街頭 還用盡全身力氣往馬路爬要求救 原來他遭前男友砍殺身亡 死者丈夫悲痛現身殯儀館 澄清他老婆沒外遇 兩人婚姻正常 就連手機封面都是對方照片 然後呢 在路上就是毆打他 恐嚇他 他搶了我老婆的手機 跟我嗆聲 就一直罵我 你輸他啦 原來嫌犯和死者的丈夫 過去就有多次爭執 這回追不到他的老婆就行凶 甚至還在命案現場游走冷血旁觀 素姓男子坐輪椅開庭 便稱是死者對他糾纏不清 法官認為他涉犯殺人罪 有逃亡之餘才定羈押 不過根據過去判決書指出 已婚的蔡姓男子去年精神外遇 素性嫌犯 遭二度攻擊摔手機 今年四月申請保護令 結果又撤銷 沒想到引來殺身之禍 什麼叫精神外遇 你就賴上面幾句話 就算精神外遇嗎 反正他就是很會亂講話 感情糾紛 人妻命喪刀下 這段情感糾葛 真相違和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三天新聞到沈旅君台北叢報導 請到 請到 谢谢观看